国庆廉价正式展开 不只是东台湾的宜兰花莲和台东市旅游大热门 中台湾和欢山也很夯 画面上可以看到9号上午9点半左右 武岭已经出现大批游客 仔细看画面右上角的停车场已经没有任何空位 不少游客在武岭牌楼前来个大合照留下纪念 因为天气渐渐转凉 许多游客担心会着凉 纷纷穿着后外套到和欢山上游玩 而为了因应大量的车潮和人潮 袁洁也在现场放起三角锥 并且指挥在现场疏导交通 就是要避免武岭一下涌入大批车辆 导致交通受到影响 出现车辆堵塞的情况 坏了民众的出游性质 预计接下来廉价第二以及第三天 还是会有不少人潮持续涌入和欢山 呼吁民众上山前得先做好规划 避免尖峰时段上山 以免塞在车阵中坏了出游性质